繼續開會 各位同仁 針對剛剛的預算案或決算的報告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如果要講的是 比如說是國民黨團的日本食品案 或者是蕭議員跟正議員的特別提案 請不要在這個時候發言 我另外給你們時間發言好嗎 針對預算跟決算 預算跟決算 請陈寗娜議員發言三分鐘 謝謝主席 其實今年的從我們的審計報告裡頭 我是看台中市的審計報告 高雄市的車禍建樹是全國第一 我們剛剛在高雄市的審計報告裡頭 也有看到很多關於交通的事件上面的 但是對於交通的這個車禍建樹的部分 其實審計單位並沒有特別去強調 我覺得這個審計單位在處理這件事情上面 是不是有特別就是 希望就是說這個事情不要再擴大 還是怎麼樣 讓這個事情 沒有特別的把它顯現出來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些事情裡頭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我們每一年都在講說高雄市的交通罰款這麼多 但是並不能改善交通的狀況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底下我們在審計單位看到的審計報告是長這個樣子 真的也還蠻讓人家覺得遺憾的 那我覺得就說這個提供給處長去做個參考 應該要凸顯出來的問題還是要凸顯 那我這裡就想要問一下江處長就是 你覺得在高雄市所有的業務裡頭 問題最大的應該是屬於哪個面向 你覺得應該是哪個方面是高雄市應該趕快去解決的 在你這個階段點所做的報告裡頭 所要提點高雄市政府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不要弄一些不痛不關痛癢的東西 然後講的也好像又輕又不輕又重又不重 那到底是什麼 那是不是也請審計單位 因為我們每次看到很多的處理問題的部分 高雄市政府都很告訴我們說 審計處不斷地來跟我們糾正 不斷地一直糾正一直糾正 我們不得不處理 那應該是有效果吧 某一些事情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我從審計報告裡頭 高雄市目前所面臨的狀況 其實有很多是很嚴峻的 那處長你的看法呢 到底什麼應該要改的 在這邊我另外再提一個 前陣第一公有臨時市場 他要被拆的原因 即將要被拆的原因 就是因為審計單位不斷地糾正說 高雄市政府在這一塊上面沒有做好 比較快的你也沒生意 你也快點給拆拆 那我想問一下 這些人即將要失去他的生計 還有他的住所 這是審計單位希望的結果嗎 你希望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很快的叫高雄市政府 把這堆地上面的這些居民拆掉 就是因為他生意也不好了 他那塊地的 不斷地高雄市政府不斷地付出租金 是不對的嘛 這個地方就沒生意 在這裡的人就這樣 你應該趕快把他們處理掉 讓他們不要在那塊土地上 但是並不追究他的歷史的淵源 當時民眾是拿他的房屋所有權 來換他的工作權 他的生存權 這個地方審計單位不去了解原因 但是只知道要叫他們走 請處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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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作業機制應該有配套措施來執行 至於你那個議員剛才講的就是高雄市交通的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是針對已經查核確定的部分來發表 還沒確定的部分我們都是要等到整個確定以後再來處理 我們根據查核的事實就有確定的資料我們才發表 如果還沒有確定的資料 其實我們還有做進一步的查核 但是目前還沒有確定 搞不好我們在105年來是怎麼才會做表達 你還沒有問資料過嗎 沒有 我只是針對我們這邊已經有確定的資料來發表這樣子 你還在6月的資料 我們那個剛才講的是指A1的交通 A1的交通死亡率 那其他的我們目前還沒有查核出來 那個確定沒有確定 我們就沒有在這邊 不是我們就我剛才講的是說105年 我們這邊如果有查核的話那個相關的資料 我們在105年最後發表 對我們就說有確定以後我們才會發表 這個因為我不曉得他那個資訊我不太清楚 那我事後我再了解看看 我們希望部長是要有法限期要公佈 在公佈上公佈的資訊 就是人的資訊 好 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陳議員 請處長在會後跟陳議員做相關的說明 謝謝處長 如果針對預算跟決算的報告沒有意見的話 預算跟決算 如果你要講別的等一下 如果針對預算跟決算沒有報告的話 我們就這個部分的發言到這裡為止 那我知道今天有議員準備 針對於國民黨團的議員 所提的食品安全的修正條例 大家想發言 那因為他排在最後 我想在這個時候開放時間讓各自表達意見 各個黨團用五分鐘來表達您的意見 好不好 各個黨團用五分鐘 那我排的順序是民進黨團 五黨團聯盟跟國民黨團 大概這樣的順序 請民進黨團發言 針對 是代表黨團是不是 是 好 我們大概也看過了 這個最近大家很關心食安的問題 那民進黨團也非常的關心食安的問題 那原始上當然 我們在這個規範上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都一樣 我們針對這個有這個核輻社的相關的食品 任何一個國家都一樣 我們都不同意進來的 那今天國民黨團呢 有提出了一個修正法案的這個提案 那因為這個修正的這個提案裡呢 是有這個法規程序嘛 它是修正法案 所以我們民進黨團呢 我們同意國民黨團這個提的這個版本呢 這個交付審查 大哥叫 那林文 是不反對交付審查的意思 對好 謝謝 請周林文議員 五分鐘 你們共用五分鐘 我們共用就好了 我們的表達是一致的 就是說 日本的食品進口這個案子 其實在全國引起了相當大的疑慮 那我們不只在網路上 或一般的生活面上 我們看到許多的不正確的 或者情緒性的流傳的字眼 那所以其實在這裡呢 我們民進黨團基於把關人民食品的安全 跟照顧人民的健康 我們在這裡決定要支持國民黨團的 這個食安自治條例的修改的提案 我們同意把它交付到法規小組 去進行更嚴苛的審查 那我們也在這裡呢 也呼籲全體的市民跟我們一起來共同 檢視這樣的內容 也許你聽的並不是正確的 那我們也在這裡也展現不分黨派 能夠全面為人民的健康把關的決心 所以我們願意支持這個案子 日本跟我們現在 我們政府好像有比較密切的合作 互動比較良善 但我們希望在這個案子 第一個真的是按照科學跟所謂的 客觀的一個方法 跟參考其他各個國家 跟實際上我們整個台灣跟 畢竟我們兩個食品的文化交流是比較強的 它的如果說 一個標準 別人使用單位依我們使用時 整個造成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這個要納入考量 第二個 現在所謂的有中國跟韓國的模式 那他們的模式裡面會夾雜的 所謂的有一點當籌碼 在他們的彼此跟日本的互動 那台灣我相信 絕對不要把我們的那個 我希望把它單獨是思考這件事情 不要把什麼 沖織鳥 12海里就12海里 怎麼變成說超過12海里 我們還要要求還要讓步 還希望它能夠讓步12海里以外 不要抓我們的漁船 讓我們讓你食品進口 不要那麼神經病 不要那麼沒頭腦 交就是交 島就是島 交只有12海里 島才有200海里 希望我們把這個議題 希望我們的對核災食品的進口 很客觀的去看這個問題 但不要去擔心要交換 換不贏人 應該是要換的 但是 不會贏 就不會贏 就不會贏 贏 贏贏贏 那我們希望地方政府 能夠不分黨派 地方議會 能夠這樣給中央一個 這個 我覺得是應該支持 不是一個壓力 有一個很明確的 讓我們 中央政府在處理這個案子 跟日本在處理這個案子的時候 更有一個論述的根據 那這是我們一再希望能夠回到 所謂的核災食品的問題 希望能夠重演 說 白人不行 我們絕對不行 白人不行 我不一定不行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整個跟 我覺得真的這幾年 跟日本的關係 我覺得是雖然友好 可是民間也非常友好 我們議會地方也很好友好 可是在每次大事情 我們總是吃虧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個事情 再次再表達這樣的一個意見 謝謝 好 謝謝 吳亦正議員 接著我們請 國民黨團議員發言五分鐘 好 謝謝 首先謝謝民進黨團 以及那個五黨聯盟支持 國民黨這個提案 我想所有的市民都非常的疑慮 因為如果有一點點的疑慮 我覺得不應該進入到高雄市 因為我覺得不要有人說 你的麥美就好了 可是你知不知道有很多的食品 是混在你根本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說 在這裡我們國民黨團再次要求市政府 一定要堅守這樣的一個立場 那所以我要請問市長 如果我們議會所有的黨團 包括民進黨團 包括五黨聯盟都支持 市長同不同意 嚴格的要求核災區的食品 不要進入到高雄 請市長表態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各位議員 那我是認為我們跟大家一樣 都是反對 對輻射污染的食品 進入到高雄 好 這個我想我們這個立場也很清楚 那事實上中央也表達了四項的禁止 也表達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想這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可以理性討論 所以市長也是支持輻射食品進入高雄 我還 支持輻射產品進入高雄 我剛剛已經表達得很清楚 OK市長請坐 我們只有五分鐘 來請坐來 換留言 我在想 大概在我們自從鼎心案之後 我們國人對於食品的安全 是非常非常的一個憤怒 在這個憤怒來講 政府我們來講 當時在鼎心案爆發之後 我相信我們不要去講藍綠 大家共同的一個責任 就是怎麼樣讓食品安全 讓我們整個國人 對於食品安全的一個安全 不要有疑慮 今天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也看到在這一次的狀況之下 政府能夠這個在立法院 能夠讓我們 核災食品的一個 到地方上面來辦這個公聽會 大家知不知道 公聽會的題目 跟公聽會的整個的標語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樣 日本的一個食品書台 一個公聽會 日本的食品書台 我們並不反對啊 可是今天來講 既然今天是要在地方上面來開公聽會 你今天政府的作為是什麼 我看到現在的政府的作為 中央政府的作為 我能夠今天來講 身為地方的民意代表 我能夠相信政府有這種能力的作為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到地方上來開公聽會 它的標題是什麼 立法院給你賦予你 今天輔導五縣式的公聽會 他把它改成日本食品書台公聽會 這個中間我們來講的話 牛頭不對馬尾 今天中央政府到地方上來開公聽會 你要坦坦蕩蕩 人民有資的權利吧 人民真的是有資的權利 你今天來開公聽會 就是要告訴人民 可是看到中央政府 偷偷摸摸 這種行徑 你讓回頭 今天來講的話 你要人民來相信政府 我相信今天來講 以民調做出來 有74% 也有71% 今天我們全國的人民 今天對於整個核 核災的食品進到台灣 是呈現一個非常反對的 而且憤怒的一個作為 我相信政府在這上面 必須做個考量 時間 今天我們希望就是說 這些日本食品 尤其福島這五縣市 不要再查讀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國人的健康 歡迎劉信正議員 來劉議員 謝謝 我有很多日本朋友 市長也知道 他們都不敢吃 盡量避免買那個地方的 那個核災區的這個食品 我們現在沒有開放進口 市長 那個輻射區的那個災區 但是你這樣大創就進來了 對不對 現在禁止的情況 他都已經進來了 而且我們只罰了三百萬 對不對 顯示的就是說 這個裡面有很多 很難控管的這個問題 很難控管的問題 並不是說我現在呢 現在哪只有福島 我沒有開放 然後呢我以後其他的地方 我能夠控管的很好 市長 可能這個問題啊 對國人的健康問題 會造成非常非常嚴重的 一個影響 科學的問題 沒有百分之百的 我們重要的就是說 像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對國人的健康 也造成很大的危險 我們中央政府 現在那麼急呢 一定有相當的 相關性的條件 才會那麼急的說 我趕快要讓他通過 公約辦了以後呢 這樣是非常非常不好 我們不能為了友情 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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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要開始進行交付審查 那在交付審查的時候 相關的局處請留下來 市長跟市長可以先行離席 謝謝 謝謝 接下來進行議案交付的議程 請議事組宣讀 各位同仁先看一下 我們在桌上 有放了一本這個 這是今天審查的議案的順序 那跟往年不一樣 我們在這個... 這個提案的前面 民政組前面有寫個A1 那表示 他是在我們桌子上的A1的那一本 不然以前都沒有一個標示 看得很不清楚 那A1 A2 我們照這樣的順序審下來 那相關的報告 它上面也會寫A1 請議事組宣讀 剛才議長已經有說過 請各位議員參與桌上 第二屆第四次定期大會 交付審查 一案一覽表 那剛剛議長要特別說明 那個... 上面還有標A1 A2 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側別 我現在報告如下 第一是有關機關提案 這個是財經類 編號一號一案 請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這個是在H那一本 有沒有找到H本 右上角會寫個H 因為全部長一樣 所以我們做了ABCD的分類 這個是決算案 各位同仁們意見 決算案也是交付審查 是不是 謝謝 接著進行下面的 市府提案 接下來是有關於市政府提案 民政類編號一至二號有兩案 社政類編號一至四號有四案 財經類編號一至五十號有五十案 教育類編號一至十號有十案 農林類編號一至六號有六案 交通類編號一至三號有三案 保安類編號一至二號兩案 公務類編號一至八號八案 以上共八十五案 請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各位同仁意見 交付審查 接下來是議員的提案 接下來是市府的法規提案 接下來是有關於市政府法規提案 市政府的法規提案編號一至二號共兩案 請提交法規委員會審查 各位同仁們意見 市府法規提案交付審查 所謂的關於市政府法規提案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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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類編號1-21號21案 財經類編號1-7號7案 教育類編號1-27號27案 農林類編號1-48號48案 交通類編號1-37號37案 保安類編號1-30號30案 公務類1-81號81案 法規類編號1號1案 以上共294案 請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各位局處首長可以先行離席 現在這邊是議員的提案 議員的提案總共有294案 交付審查 各位同仁們意見 請蕭友達議員發言 感謝主席 本席跟鄭新柱議員有提一個案 就是懇請蔡英文總統 特色阿扁前總統與郭搖琦前部長 高雄市議會是高雄最高的民意殿堂 我們在台灣也籌組 台灣地方議會特色阿扁總統大聯盟 目前有六都九縣市參加 我們的訴求是這樣 要求蔡英文總統 比照1990年李登輝總統特色美麗島人九名政治犯 很多人都說怎麼把扁案跟美麗島事件相提並論 他們的時間不同 罪名不同 法院不同 適用法律不同 統治者的政治手段也不同 我跟大家做一個歷史的回顧 在1979年 29歲的美麗島受刑人 陳菊 29歲的美麗島辯護律師 陳水扁 那時候陳菊市長的這位名是判案罪 法院是軍事法庭 適用的法律是懲治判案條例 統治者的手段是 衛報宣證 暴力刑囚 而陳水扁案呢 是2008年發生 罪名是貪污罪 法院是普通法院 適用的法律是貪污治罪條例 而統治者的手段呢 是教書委證 押人取貢 任意更換法官 變更法律見解 所以呢 雖然情節不同 但是統治者 利用國家的機器 打壓政治議題的手段 根本都是同樣的 所以美麗島事件 與扁案兩相對照 同是司法案件 也是政治事件 同樣都是法律問題 也都是政治問題 那我們基於地方民意 需要政治和解 社會和諧 所以要求呢 可以比照美麗島事件 特色阿扁前總統 跟郭搖錡前部長 我請我們匯長 鄭新駐議員 發言 我來補強說明一個議長 對著阿扁總統的問題 這不是法律的問題 是政治問題 在做他的外面 有公開獎 審議跟現任的總統 包括理政委前總統 和炭水扁前總統 以及麥克風前總統 現任的民進黨的總統 做到民調 結果炭水扁總統 提到五十四百的選票 其他包括現任的總統 加開賣三萬七的票 可憐這是政治事件 現在無論天使、地利、人和 在這裡改革下來的時候 這又拖累 對台灣人民的交代金 我相信在那裡 曾經支持我 和社會的民進黨議員 跟我們連署 等一下 我們先把議員提案 294件 這是其中一件 那我們先處理其他293件 其他293件 其他293件 交付審查 有沒有意見 交付審查 好 現在 小議員的提議是什麼 禁服二讀 這樣是各自阿聯 禁服二讀 請 來 這個案子 如果禁服二讀 我們先問議事主 該經過怎樣的程序 請議事組 還是許主任 許主任來說明一下 根據我們的議事規則 跟會議規範規定 經過討論後 要不要禁服二讀 現場必須表決 是嗎 是 沒有啦 先問有沒有意義嗎 有意義才要表決嘛 對不對 要是沒有意義 就可以禁服二讀 對不對 對 有沒有 是 一分鐘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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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台北議事組 就有說過了 只要我們台北議 我們請所有 這個董事 在我們這個台北 共產黨議 就可以政府 請議長採握 這個案子 是一個建議案 議會建議市政府 基於化解政治對立 行為給總統府 是議會對市政府的建議案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議員 放下意識心態 讓議會要處理的事情 很多 主要是你處理 法律 處理五成 所以 不要閉嘴這個案 為了社會和諧 可以禁服二讀 議員 好法監督市政府 這是應該的 各位同仁 禁服二讀 需要經過表決 因為剛剛有人舉手反對嘛 舉手表達異議的意見 那我們現在就是 請徐主任 請議事組 林主任 進入表決的程序 同意禁服二讀的 請舉手 贊成禁服二讀 議員的名字 贊成禁服二讀 請議員 幫我讀表決的議員 有 林婉榮議員 林慶榮議員 严晓晶议员 郑光丰议员 李乔鲁议员 简焕忠议员 钟胜有议员 张丰腾议员 周灵问议员 苏妍晨议员 邱静选议员 罗鼎晨议员 伊斯坦大贝亚夫政府议员 张胜户议员 陈明哲议员 张汉忠议员 张文睿议员 郑新柱议员 肖永达议员 陈惠文议员 陈正文议员 李乙婷议员 敬瑞珠议员 黄淑美议员 沈英章议员 林护宝议员 二邓英爱议员 陈信宇议员 高敏林议员 王胜仁议员 何全锋议员 李博弈议员 反对的请举手 黄柏林议员 反对的请举手 再请他一起念 来 黄柏林议员 反对的请举手 同意的议员 有三十二位 反对的议员请举手 反对的议员有 陈丽娜议员 黄柏林议员 吳亦正议员 三位 已经过关了 所以就竞赴二读 竞赴二读之后 还要再讨论 是不是 本案是否同意 做这样的建议案 支持本案的同意人 请举手 原来的那三十二个 是不是 好 本案通过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会议 到此结束 上会 过了 刚刚第一次副委 刚刚副委通过 然后也送 有啊 有封过啊 刚刚那个 都敲过了啦 再敲一次 不用了啦 这个案子已经通过了 现在是要敲上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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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